开始给大家试穿第一款 我是穿了 我最喜欢它这个小卫衣 可以看到它前侧呢 是有一个镂空的设计 然后它的寓意也非常好 是寓意着我们的心脏呢 具有强大的能量 它其实这个设计 也是为了更多的一个透气性 而且面料真的超级舒服 它跟我之前穿有一款短裤 叫Soft的系列 很多人问的那个就黑色和米色 面料是一样的 它是莫大尔的 但是非常顺滑 就有一定点清凉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左下角的位置呢 是有一个Lululemon的logo 可以进去看一下它的材质 非常非常的高级的一个材质 然后它袖子这也是有一些线条 拼接设计的 就是感觉形成一体的感觉 然后这个侧面呢 是一个小的拉链口袋 想说一下这个拉链口袋 里面是这种沙沙的材质 就它的材质还是不同的 就这种小细节还是蛮有趣的 后面的话就非常的简单 它是一个非常适合 我们亚洲人的一个摆项 然后也有一个小帽子 这款位移 我再试一下这个颜色 换上了一个凯奇色的 然后短裤呢 换上了这个8寸的新款Lululemon的这个推型 然后它呢 前侧的腰部 大家可以看是这种交叉的 跟之前那个交叉的中间 它这个是两侧 那更视觉上就显着腰更细一些 然后后面的话 它也是有一点点交叉和线条的 就是它有几个交叉和线条 这Lulule的面料非常的螺感 清楚很舒服 上衣呢 如果你露出来一点点小肉绒 不仅透气 还有一点点小性感和小可爱在里面 然后它是袖口呢 衔接设计的也非常的好 然后帽子是一个抽绳和调节的 下面的话看到的这款 非常适合做瑜伽的一个短袖 它除了瑜伽比较挺 平时也是可以穿的面料 跟裤子一样是NULU的楼杆面料 非常的轻松 它整体会更修身一点 然后领口呢 是一个微色领的也比较大 整体设计也特别的简单 后面的话也许这样的 它这个后面的背部呢 也是稍微领口是有一点点大的 但这款衣服穿起来真的是非常舒服 然后你在做一些折叠呀 或者一些延展动作的时候 也不会露出腰部 因为它贴合性非常的好 现在我穿的是 Back in Action的这款长裙 之前倒过紫色的嘛 那这个二码 我一米六九到一米七的身高 你看我穿八寸短裤的长度 其实以前差不多了 它是完全可以遮住你的 屁股的就是一个长裙 然后它是一个比较适合 在修前的时候穿 然后或者是修冬的时候 你把它当作内搭 去叠穿也是可以的 非常舒服的一个房型 然后后侧呢 是有这样横着的条纹线条 设计爱里条 在屁股上面一点点 就非常的港风 它稍微有一点点前段后长 然后这一件衣服 我非常推荐大家买大一些的马叔 它的港风味会会更浓一些 就非常的高阶 这个衣服的面料 也是一个快干的 是一个棉的面料 这款除了运动长袖 这颜色就很特别 它是一个灰黑色 我很喜欢这种颜色 然后它腰部有一个交叉的设计 如果你穿一些 不是特别高腰的话 露出来一点点肚子 就觉得你的腰很细 然后它是一个螺旋纹的 这种棉质的材料 那它也比较适合一些低强度的 就出汗量没有那么大 但出汗量很大的话 它湿了就在身上 可能会不舒服 后面是这个样子 这个颜色还是不太漂亮的一个颜色 这个羽绒服就搭了 这个非常新鲜的绿色 那这款呢 我在有一期外套合集里面 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包括它的填充量 和各方面的性价比 而且在深圳广东这样的城市 冬天穿它是可以摇护 冬天没有问题的 非常亲肤的一个面料 然后它又很清理了 你戴一个小帽子 然后就前面和后面是羽绒的 这个侧面和袖子的话 它都是这种非常丝滑的一个材质 也是一个快竿的面料 非常的修身 这一款蓝色的羽绒服 我是打算在冬天的时候 买一个它就可以了 非常的轻盈 以外呢 手臂下面会有一点点反光条的设计 然后口袋又特别淡 它也是700的填充量 然后这个口袋里面 也是有一个秘密的眼睛 口袋 这个颜色的话 还是非常亮点的 你在大家一眼就能看到 如果女生买这款羽绒服 我建议大家买大一码 我现在穿的是XS 如果我买这个 我可能会买L或者XL 就是oversize的那种感觉 我个人买的话 我可能会选一些比较低调的颜色 像是灰色或者是黑色 这两个颜色的话 就穿Rosize会好看一点 因为我不想那么醒悟 但喜欢现在颜色 就可以选择刚刚那块黄色的 这是一款中高长度训练可以穿的 因为它非常的快干 像跑步啊训练穿它都没有问题 下面呢 是一个成弧形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个两侧里都是有各种的透气孔 后面的话也是有一个拼接的 世界上就不会显然你的腰特别的长 然后它侧面是一个开叉的 也会显出你非常优越的腿部线条 黑色和紫色这两个颜色 大家都可以去选择 这也是黑色的上春效果 黑色的话我觉得就是太瘦的女生 不太建议穿黑色 因为它会显着你视觉上更瘦更小 我觉得在秋冬穿黑色是可以的 它不会那么热 即使有阳光的室内 也不会觉得海热 这款瘦一只的背心穿之间 我觉得它挺奶油的 但其实穿上还是有一点点清新的感觉 这个背心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款式 之前我也发过很多它的纯色穿达 然后也可以稍微记一下 就是为什么记一下除了说它更好看以外呢 如果你是做一些瑜伽呀 或者是你在做一些拉伸动作幅度比较大 避免它露出腰部着凉 我觉得记一下还是保险期限的 那你不喜欢记一下你可以这样 它也是一个长臂集囤的 纯棉材质也非常的快干 稀罕 换上了这款拉布T 那它呢可以看到它的领情会比刚刚收到H更低一点 然后它后面呢是用公字内的 所以你里面穿一个特别漂亮的运动内衣 就是它会有一种混搭的视觉效果 然后它也更修身一些 然后下面呢也是一个这样的弧度的半径 也是一样可以稍微记一下 它是一个你平时穿或者是做运动穿都没有问题的 我平时做运动人非常喜欢穿这款背心 因为它不会特别热 现在我换上了EBB的这个短款长修上衣 和这个新款的Land这款裤子 它有黑色还有身上穿的紫色 那它腰部呢是有一些这个抽折射击 背部就是它的后面呢是有一个口袋的 然后口袋里面有一个小小的 也就是它的标识是它是什么码数 口袋还蛮深的 然后除此以外呢 它这个在脚的这个部分是有一个弧形设计的 整体的话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 就是它会多几分性感的小元素在里面 然后本来我以为这一堆堆折 会不会显然小腿粗 其实穿上很好 它是反而就是它这种弧形的下摆设计 它显然腿挺细的 就跟我想象中是不一样的 还是挺推荐的 然后弄露的裸杆心肤又柔软顺滑 现在我穿上了这个Pistcase的三个新色 第一个是长款的24寸 我手里拿的是一个两个21寸的 那这一款的话它是一个高强度的 就是它面料非常轻薄 是Neurlex的面料 大家可以看我有一期是专门介绍裤子的视频 就是非常详细的对于各个面料和裤型的设计 但它后面呢是一个超高腰的 然后这个有一个线条的设计 更好的修饰你的臀型 非常轻盈 然后它这个底边都是激光结构的 没有那种缝边 这个裤子如果喜欢训练和中高强度训练的女生 一定不容错过哟 现在我画下了Line 26寸超高腰的这款软裤 那它带了三个颜色 还有我手里的柠檬黄和这个姜黄色 那这个身穿的这个颜色 是介于灰和黑之间的一个非常漂亮 非常特别的颜色 这样就这个颜色的裤子很多了 26的话其实我1米69和1米7 到1米7的身高也并不会觉得它非常的长 它的腰背更长一些 秋冬26还是比较推荐的 然后女生也可以把袜子穿在它的外面 也会有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现在要翻上了这个Line的新款 它是一个Line的 后面是这样的效果 这个真的因为我穿上了一瞬间 就觉得我一定要买它 真的是太舒服了 而且我觉得它比上周之前出的那个新款 就AB面两面可以穿得还要舒服 也可能是因为它下面更长 甚至可以当一个备修穿了 然后它肩带设计很有趣 就是从这儿开始两个细件带衔接 然后一点点下来 而且它升级了胸带 这个胸带真的太完美了 然后裤子的话我换的是Line Focus的两色有口袋的这一款 它是一个20寸的更适合亚洲人 后面的话就比较简单 然后侧面有两个线条去修饰 因为基本上都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大的口袋 现在我换上了Line的这款Jover休闲裤 那它两侧也是有口袋的 里面也有隐藏的口袋 这个的话之前我拍一个图片蓝色的 这个也是非常舒服的 如果不喜欢穿紧身裤的 那你做瑜伽或者是平时穿的时候 就会选择这款休闲裤 现在我换上了Line的这款BRA 它是对一个首先胸部比较大 比较丰满的女生 然后做中高抢足运动是非常友好的 它也是一个快杆非常光滑的 就我把它推荐给一些朋友 然后朋友都说它穿着它特别舒服 那它后面呢是不能调节的这个肩打 然后是一个开合扣的 所以就方便很多穿脱呀什么的就很方便 然后裤子换的是7-8的这款Jugger 它是一个直筒裤 就比较偏休闲 平时穿都可以的 这裤子有石墨灰和黑色 然后这个墨绿色有一点点小特别 也是比较推荐的一个颜色 这款Line的BRA 它其实更像一个BRA 但是其实你去搭这种Baser露出来的话 也是很好看的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搭配出来的效果 那它后面交叉的就还是有一点特别的 就是你即使穿那种美味的Baser 也是可以搭配的 然后最后我穿的这个裤子呢 是这个Dub系列的 这款是休闲裤里面最清凉最轻薄的 它面料有点沙沙的材质 然后它这个下面呢也是有一个拉链的 可以去调节把它放开 然后也可以这样抽上 然后它侧面的口袋也是带拉链的 非常舒服 就非常清凉 好不运动 健身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本期的性情 今天看就要结束啦 没有给大家上身试穿的是这个Line的26的 这两个颜色 也给大家试穿了灰黑色那款颜色 然后Wong Joachin 这也是一个经典的26寸长 这款大家选裤子一定要适合自己的长度 适合自己的强度 然后运动内衣呢 这两个是非常经典的Energy Bra 一个短款一个Line的版本 好 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啦 下期见哟